瓷器 英文名China 与中国同名是中华文明展示的瑰宝 唐代出海的黑石后尘船装载的5.6万余件长沙窑瓷器 是中国和阿拉伯地区进行直接贸易的最早考证和东西方文化交流交融的见证 瓷器为何在海外备受追捧成为中国的代名词 中心社杨小新默默走进长沙同关窑 寻觅彩桃源体验China魅力 大家好 我是杨小新默默 也是一名中国文化爱好者 在我心里一直有一个疑问 中国在英文里面为什么叫China 好词也叫China 今天我就来到中国的陶瓷法园地 长沙市王山 铜关街 这里不仅有着一千多年前就出口瓷器到西方的长沙摇一址 还有不少陶瓷人监视传作铜关骨节 那么我们今天可以跟着我一起走进去看看 哈喽 通过有当地居民的角谈以及插阅资料 我了解到铜关窑全居在当时承销29个国家和地区 是中国五大陶都之一 1998年在印度尼西亚海域转载着6万7千件此漆的 全村黑石号被打捞上岸 其中五文多件刺漆来自长沙通关窑 黑石号的考古发现真净世界 通关窑因此关为人知 刚刚在这条老街上溜达了一圈 发现了不少好看的又生气的陶瓷器具和轰衣屏 听说在这一条老街上 一个非常有名的工作室叫做李人刘 已经穿到了第四单 今天这一位就是第四单 你好 欢迎来到李人刘 我叫刘家豪 你好 今天可以带我们参观一下你们的工作室吗 好 里面请 我们这个展厅里面陈列的是一些我们做的生活器具 有些茶器具 咖啡器具 宜人刘主要擅长的是做一些小人物 小动物这样的 都是我跟我的师兄弟们手工塑造出来的 每一个都不一样 我刚刚也看到了船是不一样 没有一个相同的 对 对 对 你们这里难道是脚座这个东西吗 脚座这个工业吗 对 我们是专门做一些陶瓷制品 有的人家里面擅长做器皿 而我们家擅长的是做人物 然后呢 我还是很好奇你们这个手工你们在哪里做的 我接下来可以带您体验一下 我们可以手工做一个小器皿 好 里面请 里面请 好 谢谢 你们这个专门给我弄的 我看到今天 对 对 对 既然来了 我们就做一件陶瓷 属于自己的陶瓷 然后带回家 当你以后看到它的时候就会记得我们曾经在同观的一些记忆点 好 今天必须要做一个查一遍 好 你手也可以放下去 就是这样捧着 所以要让它好多你在中间是吗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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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捧住啊 感受一下 中间淘进去 我的手 手指头没那么长 哇 你这个很漂亮 平时的陶瓷器具就都是通过这样的工艺一件一件做出来的 你的手还很稳啊 很多人第一次来 我这是你 做不好的 我这 这是因为老师教的好 你看着像一个老师傅 能不能以后我跟你长期来学 好 欢迎 长沙窑在陶瓷史上有一点开创性 在那之前我们中国的陶瓷乃至全球的陶瓷 它是没有高温又下彩似的 长沙窑的出现让我们瓷器有了彩 所以有一句话叫南清北白长沙彩 倪仁流其实从创始人就是我的真祖父开始 他是延续了铜关这个地方 唐代长沙窑的一些传统捏树机 然后一直这样一代一代把这个捏树机传承下来 而演变到我这一块 我们会结合一些生活中的器皿 以及生活艺术上 把这些捏树机融入进去 来我们把作品放在那边吧 这是我一辈子做的第一个陶瓷 第一件陶瓷作品 对 好放这里放这里 现在就是要让它赶了 然后再把它 等它赶了以后就可以烧制了 经过在通关药一天的寻觅 以及第四代里面留 刘佳浩 亲自带我 七艳制作陶瓷和她的介绍 我终于对China的美丽有所感悟 它不仅仅是生活中不可少的奇剧 还是精美的艺术品 更是中国同世界各国友好 往来的历史间间 我想 它最大的美丽就在彼此